佛圆千里来相会 佛法普渡印尼传 修正五欲去尘埃 莲花朵朵遍地开 尊敬的印尼宗教局佛教部部长 凯利阿蒂先生和夫人 尊敬的印尼佛教部万丹区领导 崔如萨先生还有Mr.佛迪等 所有的尊贵的嘉宾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大家下午好 台长很高兴再次来到雅加达 与大家共募佛光 雅加达历史悠久 是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并且是东南亚第一大城市 居住在印尼的华人和当地的居民们 善良 朴实佛缘深厚 今天我们来到美丽的印尼 与我们广大佛友和印尼朋友 广派国地毅宁室围 弘扬佛法 善良传成中华文化 立益全球 以深度的人文关怀 顺应现代社会的精神需求 用佛菩萨的慈悲宽容 化解人间的烦恼 想通放下 找回我们心灵的净土 当今社会天灾人祸不断 自然环境恶化 仅仅在2017年 台风、山火、地震、泥石流、洪水 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死亡的人数超过一万一千人 现在全世界每年有八百八十万人死于癌症 全世界有三亿四千万人患有忧郁症 每年因为忧郁症自杀的有一百万人 所以学佛就是让我们想得通 学佛就是让我们放下 学佛就让我们克服忧郁 让我们迎接美好的明天 佛法让我们懂得人间无常 人命就在呼吸间 好好地学佛 珍惜因缘 用菩萨的智慧来去除称恨 消除业障 回归我们清净无染的本性 有一位女士 愤愤不平地告诉了一位善导大师 她说她恨透了她的丈夫 她一定要离婚不可 善导大师跟她建议说 哎 既然你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 我劝你尽量想办法 在最后的时间 你去恭维她 讨好她 当她觉得不能没有你的时候 并且认为你很深爱她的时候 你就断然地跟她离婚 这样你才能让她痛苦不堪 这个女士觉得大师 有点智慧 给她这粗的点子 倒好像还蛮新鲜的 几个月过去 女士又来找善导大师 说大师你说的一切都进行得很好 善导大师说 行了 现在你们可以办理离婚了 他说 什么 离婚 我才不离呢 现在我从我心里爱着我的丈夫了 善导大师用反正法认为 待人友善 别人必定会以友善相回报 一个善良的人总会给自己带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幸福和欢乐 一个人给予别人的幸福和欢乐越多 他自己得到的幸福和快乐就越多 春波秋收春华秋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让我们用慈悲和宽容来待人 我们将会得到收获 那就是平安和快乐 有一年 美国南部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洛杉矶的街头出现了募捐站 有一个蓬头垢面 拖着一条残腿的年轻流浪汉 一拐一瘸地走了过去 从口袋里掏出一百美元 投入了募捐箱内 这位名叫斯加特的善菊 迎来了当时在边上很多人的鼓掌和眼泪 被一位富商看到了 他的名字叫叶迪勋 第二天 第二天这位富翁让人把斯加特早去 开门见山的就说 年轻人 昨天你的行为感动了我 一个残疾人 有这么博爱之心 难能可贵 我想让你过上受别人尊重的生活 说着就递给他一张填好的支票 斯加特没有接 富翁认了一下说 我明白了 你不想接受钱财的帮助 是想拥有自己的事业 斯加特说 我想办一个送净水的公司 它是一种新型行业 投资少 有一万美元就够了 一桶水 说赚的钱也只能买一个泡泡糖 富翁说 那你为什么不能选择一个更赚钱的生意呢 残疾青年说 我很清楚我自己的能力 从一颗泡泡糖起的利润赚起 世界上任何的财富 都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这位富翁拍拍这位年轻人的肩膀说 年轻人 我看到你的财富 你会成功的 在富翁的帮助下 二十年后 斯加特办的送水公司在美国的富翁榜上出现 在美国每年一度的圣诞节 洛杉矶的乞丐们都会受到来自圣诞天使的捐款 很多年过去 很多年过去大家才知道 圣诞天使就是斯加特 临终前 他将亿万美元的资产捐给了美国慈善事业 然而在斯加特墓碑上发现 除了他的名字之外 边上还刻有一颗不起眼的泡泡糖 这就是善良能够帮助我们拥有幸福 一个整天为别人想的善者 他一定会拥有荣誉 一个开朗豁达的学佛人 他一定会战胜现实的苦恼 一个淡泊名利的学佛人 他一定会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 佛法告诉我们 人要用宽容的心态 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健康 随缘的心态 能够让我们拥有财富 慈悲的心态 能帮助我们拥有幸福 大家想一想 经常要问的几个问题 学佛人应该懂得 从生到死有多远 呼吸之间 从迷到开悟 有多远 从爱到恨 有多远 无常之间 从古到今 有多远 就在笑谈之间 从你到我 有多远 善解之间 从心 从心到你的别人的心 有多远 天地之间 从佛到我 有多远 那就是 觉醒之间 觉醒之间 有多远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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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